1945年7月14日,一枚星式炸弹在美国装甲部队的保护下,运抵新墨西哥州的一处秘密军事基地内。 这枚炸弹的研制时间长达三年,花费高达20亿美元。 在将来,它会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字,它就是核弹。 两天后,基地的科学家在沙漠中对炸弹进行了试报,当蘑菇云缓缓升起时, 他们仿佛看到一个新世纪的将领,而广岛核报的故事也就此展开。 此时,二战已经进入尾声,随着纳粹德国的投降,周星国里只剩下日本还在富于顽抗。 尽管在过去几年里,日本海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,但日本陆军却依然保存着实力。 这给日本政府造成了一个错觉,那就是,只要他们能给美军造成足够多的伤亡,盟军就会被迫与日本和解。 于是,日本政府开始向民众兜售,一意欲碎,本土决战等概念。 在这种狂热气氛的影响下,男女老幼统统被动员起来对抗美军。 此时,进行常规的登陆作战,无疑会付出巨大的代价。 如何高效且低死亡的击败这个邪恶的军国主义国家,成了令美国头痛的问题。 研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成功,无疑给美军提供了一条彻底摧毁日本的方案。 所以,当核弹事报成功的消息传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耳中后,他立刻批准了对日本本土投放核弹的计划。 不久后,他在波茨坦公告中给日本政府下达了三天内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。 可惜,这份最后通牒被日本政府视作盟军软弱的象征,日本人于是失去了避免伤亡的最后机会。 七天后,核弹被运抵美军的空军基地,这里铸扎着负责执行投单任务的混编大队。 这项任务的指挥官是29岁的保罗上校,他们将广岛的一处梯形桥定为投单地点,并计划在8月5日夜里执行任务。 在此之前,基地内的士兵被要求对此事严格保密,他们不允许打电话,不允许给家人写信,连讨论任务也不允许。 不过,就在8月5日的早上,基地里发生了一起事故,一架B-29轰炸机在跑道上坠毁,飞行员被烧伤。 这次事故让同样参与任务的武器专家帕森十分警觉,他曾在新墨西哥州见识过核爆的围猎,他知道一旦出现意外,整个基地都会被夷为平地,战争局势将会瞬间逆转。 为了保证安全,帕森决定先拆解炸弹,等轰炸机离开基地后,再在飞机上进行组装。 此举着实有些冒险,因为他在此之前从未了解过核弹的构造, 不过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将拆装步骤熟悉于心,这给核弹的安全性又加上了一道保险。 当天傍晚,指挥官保罗对轰炸计划做了最后的拍板,一共出动三架飞机。 其中,也保罗母亲的名字命名的一号机艾诺拉盖负责投弹,保罗担任机长。 二号机伟大艺术家携带记录设备,三号机必要吃饿负责拍照。 安排好一切后,众人离开会议室,只等一天后的广岛上空燃起烈火。 实际上,广岛被选为投弹目标并不奇怪。 作为当时日本的几个主要城市,它在战争期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日军输送着武器兵员和挤养。 同时,广岛也是日军的防御重点,这里是日本本土防卫军第二总军的司令部所在地,同时还驻扎着臭名昭著的广岛师团。 在广岛,连医生都要学习如何进行自杀时袭击,而核爆幸存者飞田骏太郎就是其中一员。 他原本住在广岛市中心,不过轰炸前天的夜里,一个郊区农民来到这里,请他给女儿看病。 飞田有些不情愿地跟着农民出了市区,想不到这一丝善意竟然救了他一命。 就在他坐着农民的单车赶往郊区时,导弹投放部队已经做好了出发前的最后准备。 医生给其组成员发了剧毒的情话物,以防他们任务失败。 不过,除了武器专家帕森,其他人都没有接受。 他们坚信任务一定会成功,而他们会亲手给日本画上一个休止符。 凌晨两点,任务正式开始,不过起飞仪式却浓得如同新闻发布会, 媒体的长江短炮对着艾诺拉盖拍个没完。 保罗在机舱挥手驱赶记者的动作,也被拍成了一张向外示意的照片。 摆脱了记者后,实战任务的挑战随之而来。 因为核弹重量更大,保罗需要一个更高的出速的起飞。 但多年的经验帮他成功渡过了难关,而接下来就要在飞机上进行原核弹的组装了。 在此之前,帕森已经用笔记本详细记录了炸弹安装的每一步过程。 他对照着笔记本对炸弹进行组装,以确保万无一失。 两个小时后,三架飞机会合,此时他们去广岛,还有三个小时的航程。 太阳从天边起飞,对机组成员来说,这是一个美妙的早晨。 在这个美妙的早晨,帕森完成了安装核弹的最后一步。 他拆下了核弹上的三个绿色旋钮,之后换上了三个红色的,这样炸弹就可以正常引爆了。 万事俱备后,机舱陷入了一种忙碌又放松的气氛中。 机组成员开了个碰头会,随后戴上护目镜,进入轰炸轨道。 他们畅通无阻地抵达了广岛上空,整个过程中没有遇到一丁点防空火力危险。 而在一号机艾诺拉盖的下方,广岛的居民们依然和往常一样进行着工作。 他们在十几分钟前遇到过一次防空警报,不过那只是侦察飞机。 他们觉得这一次也是一样,直到那架飞机轻飘飘地抛下了一枚炸弹。 炸弹脱离飞机时,飞田医生正在给那个生病的小女孩打针。 而几公里外的市中心上空,艾诺拉盖的机组成员们正在紧张地看着秒表。 炸弹从投掷到引爆,需要45秒,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段相当漫长的等待。 在投掷后的第43秒,炸弹引性在计时器和气压开关的作用下,点燃了起爆部的炸药冲击波,将一颗油制子弹射入了油标之中,达到灵界质量的油元素开始剧烈反应。 广岛的梯形桥上方,瞬间出现了一道比太阳更耀眼的抢光。 这道抢光来自一个直径300米的火球。 抢光过后,火焰与冲击波开始急速扩散。 靠近核爆中心的人体,即木质建筑物在超过4000度高温下瞬间气化。 当核爆蔓延到一公里外时,温度显著降低,暴露在室外的人,会在火风暴和热辐射作用下变为烫化的消失。 对有幸躲过这两者的人来说,痛苦才刚刚开始。 核爆是他们大夺位于坚固的建筑物内,不过此时,他们也会因为冲击波而遍体鳞上。 光到此时,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。 冲击波吹起的尘埃,遮蔽了太阳。 原本晴朗的早晨变成了黑夜,木质锁起,只有火光和浓烟。 与广岛室内的居民相比,外出问诊的飞田医生是起起走运的。 当他看到核爆亮光的几秒后,一股黑烟伴随着巨大的冲击波直接将它推出去老远。 他感到皮肤如烧伤般疼痛,不过这种伤害与广岛室内相比已经可以忽略不弃了。 核爆的过程只持续了数秒,但下方情况究竟如何? 负责投弹的机组人员并不知晓。 他们只看到了火球和巨大的蘑菇云,至于广岛的地表早已被浓烟笼罩。 机舱内一片沉默,大家都明白战争可以提前结束了。 六小时后,机组成员回到了基地,他们一下飞机就被等候已久的军官别上了勋章,随后又回到了工作岗外上。 只有指挥官保罗被叫去接受询问,他的回答会作为报告的一部分,提交给美国总统杜鲁门。 此时的杜鲁门正坐在从欧洲返回华盛顿的经舰上。 他读了报告后,立刻向众人宣布了这个好消息。 船员和军官们听后立刻欢呼鼓掌,因为他们很快就都可以回家了。 杜鲁门和士兵们一样渴望回家,他确信日本投降指日可待。 不久后,他发表了一个声明,其中称,如果日本拒绝投降,就会遭受更为残酷的打击。 不过此时的日本政府依然保有幻想,他们天真的认为,美国短时间内无法再生产第二枚核弹。 广岛市长当天下午就发布了公告,要日本民众保持斗志,不怕伤亡,坚决战斗到底。 8月7日,也就是核爆第二天,广岛周围的军队被派去进行救援。 然而,除了数不尽的伤者,他们几乎找不到医疗用品。 除了医疗用品,食物和水源更加缺乏。 伤者既在为数不多的水塘边饮水,而水塘里就是其他死者的尸体。 不久后,一片漆黑的天空中,突然下起了黑色的雨,这让幸存者的干渴,得到了一些缓解。 不过,他们不知道的是,这些雨滴里混杂着大量带有辐射的尘埃。 许多人饮用了雨水的人,因此而中毒。 相比较之下,日本镇要们还活得好好的,他们认为,广岛被毁,只是战争的一部分。 想要赢得战争,就要付出城市和民众的生命作为代价。 所以,他们不打算投降,因此,三天后,另一架搭载着核弹的飞机起飞了。 机组成员原本要将核弹投在小舱室,不过因为云层的干扰,最后把核弹丢进了长崎附近的一处山谷。 这枚核弹的威力被山谷吸收了不少,但总是如此,还是造成了五万人的死亡。 东京的战争直到委员会,当天就召开了会议,他们终于认清了现实。 8月15日,日本正式投降,战争结束了。 美国和日本的民众终于不必再为战争而流血丧命了,但核爆的影响却远未结束。 不久后,一种怪病开始在广岛的伤者中出现。 他们身体溃烂,毛发和牙齿脱落,似乎身体组织在自行崩溃。 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之前引用了黑色雨水的人,全世界的人这才真正了解核爆的威力。 它不光能从宏观上摧毁一座城市,其附带的辐射,甚至能击碎细胞中的染色体,让感染者缓慢而痛苦地走向死亡。 这种死亡显然要比那些当场死亡的人残酷得多。 这也是日本至今依然对核爆本耿于怀的原因之一。 广岛和长崎如今虽然已经被重建,但在日本人心里,这里始终都是战败的铁针,他们都是战争失败的受害者。 不过在美国人看来,核弹却是一种必要之恶。 就如当年广岛市长所说的,平民上亡是战争的代价,那么死于核爆的日本人可能就是和平的代价吧。 当然,我们并不是否认日本民众的无辜,但无辜是相对的。 而且,他们的遭遇也不应该全部推卸到美国人的头上,认为难以接受的日本民众,大可以向那些至今依然吹鼓修宪,以及国家正常化的政客们发出责问。 他们的道歉有多真诚,日本的民众就有多无辜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